彭车少年之孝舍的秘密 第十五章 最后一曲 伏来的事情浮出水面后 伊丽莎白岗沸腾起来 大家都不敢相信 他们竟然被钱贩子给骗了 当卡特告诉大家 那些情人节的旧李卡 每张都值很多钱时 大家才开始相信了 总算可以大声说话了 班尼说道 这感觉真好 我可不喜欢偷偷摸摸地讲话 也不喜欢被人听闭脚 现在总算可以想喊就喊了 很高兴 咱们又见面了 卡特先生 亨利说 哦 不 应该是维德先生才对 亚当学院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卡特 爷爷问道 他们会把大部分硬币都买下来的 卡特先生说 我又找了两个收藏家 会把剩下的也买下来 我要挨家挨户地打电话 让村民们得到应有的补偿 干得漂亮 亨利说道 一天就能搞定 卡特说着 脸上露出了微笑 那些小物件怎么办 杰西问道 都会物归原主的 卡特先生说 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个很讲信用的古董商到岛上来 是卖掉还是留下他们 都由村民们说了算 可弗莱先生还给了美里一条红色的项链啊 班尼缓缓地说道 卡特先生笑了起来 用不着担心 那项链只值25美分 这时 维利猛地开口道 要是那个古董商奖信用的话 格雷女士可以把书卖给他呀 反正那些书也没人读 说得不错 维利 卡特先生说道 他就是这么跟我交代的呢 他还说 自己怎么傻到 以为有人会 喜欢读那些古董书 他打算投资建一个图书馆 将彩色图画书 故事书 和一些新书放进去 这样 大人小孩都可以读了 太棒了 杰西说道 他真的变了呢 变得越来越亲切了 在岛上的最后一天 奥登兄妹原本打算跟学生们一起出去野餐 可是孩子们不同意 他们想要上课 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学生呢 维利说道 闻所未闻 当孩子们唱起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有人从后门走了进来 孩子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全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只不过以前只敢远远地凝望 他就是 格雷女士 新老师上任之前 就由格雷女士来教大家 亨利说道 他会选出一个人 专门负责敲钟 我们可不想说再见 班尼说 这种话最讨厌了 我向来就是要走就走 从不说再见 尽管每个人心里都很难过 孩子们还是没有告别 就离开了 奥登先生坐在车里 等候在学校外面 格雷女士的房子 正由园丁帮忙照看着 奥登兄妹上了车 学生们不停地挥着手 直到车子上了石子路 向奥登家的方向绝尘而去 到家以后 班尼马上给迈克打了电话 你好呀 迈克 是我 哦 你好啊 班尼 你们又去探险了 这次是抓住了小偷 还是找到宝藏了 都让你说中了 班尼说 赶快骑车过来 我们给你讲讲小偷的故事 还有藏在就袜子里的钱币 别哄我了 迈克说道 那小岛那么无聊 根本发生不了这种事 我可没哄你 班尼说 真是太刺激了 害得我都没法专心讲课了 讲课 你不是在说胡话吧 当然没有 班尼说 还不止这些呢 我们遇到了一位著名作家 还发现了两个天才画家 我不信 迈克嘴上这么说 心里其实一直很信班尼 没过多久 迈克就将自行车 停靠在奥登家门前的台阶上 奥登兄妹轮流 跟他讲起了校舍里发生的神秘事件 真是太刺激了 迈克听完 感慨道 我在小岛待了两个暑假 什么事都没碰上 每天除了吃饭 钓鱼 就没别的可干了 对了 奥登先生 您不是说 这个暑假还要带他们去别的地方吗 是的 迈克 我会的 爷爷说着 眨了眨眼睛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呀 先生 足够了 还有整整一个八月份 九月份里还有几天呢 奥登先生说 都足够到月亮上走一趟了呢 班尼说 我说 我们下轮了 下轮上